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督教芥菜总会调查 今年若氏儿少认养计划所服务的高三应届毕业生 仅76%有升学的意愿 相较于一般应届生有86%继续升学 凸显提升若氏儿少教育的机会 需要更多的支持 因此芥菜总会邀请一人6月担任爱新大使 呼吁民众加入长期认养行列 帮助若氏儿少脱离贫穷循环 对我 我我也可以去爱人 会任养他至少十年以上 所以我现在会更希望我可以任养他到大学毕业 把我们的爱付出在最小的孩子身上 成立70年的芥菜总会 透过任养机制帮助若氏儿少提供稳定长期的辅助 并且邀请一人6月担任公益大使 呼吁民众加入长期任养行列 帮助若氏儿少脱离贫穷循环 基本上就是希望说全台湾的大人们 如果有能力的话都可以帮助这些弱势家庭的小孩 然后其实每一次看新闻报道都觉得有点 就是内心会酸酸的 没有办法想象得到说在现在这么富足的社会当中 居然有这么多弱势的家庭 他们可能连明天的饭钱在哪里都不晓得 那基本上小孩子我觉得出生来就是应该要很开开心有个童年 而不是每天要担心说我不知道我每天的学费在哪里 我不知道我的下一餐在哪里 小孩就是应该来享受爱享受关怀 而不是每一天都在可能很困苦啊 或是很饥饿的状态之下 所以都会希望说大家如果可以有能力帮忙的话 就帮助这些小孩不管从小 然后到可能我们刚讲的16岁以上 有时候你知道念大学就要花更多的钱 他可能会因为经济的压力的关系 他念不起大学这样子 我们非常的幸运 在我们的户籍的旁边就有一个很好的国小 我们就读那个国小刚好有一些可以去关怀弱势团体的活动 例如食物银行 然后我们就有参加食物银行 然后就让小朋友 我们也刚好参加同军团队 所以很多的去关怀弱势团体的小朋友 我们是从同军这一块出发 然后同军主持了一个 我们好像一直跟教会合作的食物银行 然后那小朋友把家里面 我们可能比较难得吃到的东西 然后捐到食物银行 然后他们再去义卖 然后捐赠就是那个得到的费用 是会捐给这些小朋友当那个参费的基金这样子 然后所以他们是有经过这些活动 然后也有得到奖状的哦 都有 其实我觉得很开心的是 就是就像刚刚他们讲的就社工可能没有这么多 但是我们有七百多个教会在不停的做 七百教会如果每一个教会有两百人要做这个食物 就你知道七百乘以两百 那是很多的一件事 希望大家可以像种子一样不停的扩充出去 那我其实是看好像自己上网查的 对然后就打过去协会 然后问说现在可以赞养吗 然后那时候是说要排 那我就说那我优先就是赞养十年以上 所以你会优先帮我排 然后就现在已经第七年了 嗯对 承诺至少赞养十年的福小姐 分享赞养过程的心情 收到赞养通的感谢信 让她非常感动 今年更加码赞养第二个孩子 我比较好奇的是 你怎么会有这个心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就是这件事情蛮有意义的 因为我其实博中的时候很叛逆 然后那个时候遇到一个很好的老师 然后跟我说 就是其实 好像有一个小叛逆这样 我们也是这样子 小时候很叛逆 也是碰到一个 我高中碰到一个很好的老师 从此我就归正途了 也没有他很正 还可以这样子 没问题我们讲的正就好 对然后就觉得说 如果有人可以一直支持我 就是无条件的支持你 就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也想说就是 我可以支持这个小朋友 然后一直 其实后来有点被他感动 因为其实是被他支持 因为在这任养的七年中 我有 前面有一段时间创业 第一次创业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公司收掉 其实很难过 可是收到他的信 他的信永远开头就是 因为我叫他叫我姐姐 不准叫阿姨 他那时候很年轻 然后他就说 现在还是姐姐 对对对 他要不上道才可以 他就叫我夫妻姐姐 那我现在过了一个 很不开心的暑假 你好吗 其实很感动 因为他每一段时间 都写一样那种 你就感觉他的能量 是很正向 然后很开心的 可是我那个时候 其实生命状态是比较低的 所以其实我反而被他鼓励到 然后我就觉得说 我不能再一直沉浸在自己世界 我应该要出来 就是 他反而是你一个动力就对 对对对 那时候是真的是这样 根据街菜总会调查 今年若是儿少认养计划 所服务的高三应届毕业生 只有76%有升学意愿 相较一般应届毕业生 有86%继续升学 凸显提升若是儿少教育机会 需要更多的支持 街菜总会提供认养服务 是针对家庭里面有经济困难 而且有16岁以下的儿少 那什么是经济困难呢 就是经过我们的社工的实地的评估 家庭里面每人每月的可支配的收入 是低于当地的最低生活费 而且它是有陆付付出的情况 这样的情况会持续至少一年以上的时间 我们才会来做开案的服务 好 街菜总会呢 在内养服务其实已经累计超过了 7000名的若氏儿少 街菜总会其实非常的重视 所谓的社区支持的力量 所以呢我们也结合了各地的教会 陆续已经成立了737个社区共好点 一起来为这些若氏家庭提供一个 即时性而且可进性的一个服务 在我们目前现有的呢 内养童的人数是4918名 在所有的年龄分布里面 其实还算蛮平均的 只有13到15岁会稍微高一点 而全部的内养童里面呢 原住民的比例就将近了四成 有39% 在整个家庭属性里面呢 我们的单亲家庭其实也有超过五成 而且隔代教养呢 其实也不在少数哦 有14% 在整体的家庭收入里面哦 既然有高达百分之六十的 六十八的家庭哦 他们的收入是没有到两万五千元的 一个月的月收入哦 居然还不足以现在一个人的基本工资 因为经济的压力 其实会影响我们的孩子 继续升学的最主要的原因 现在总会不仅仅只是提供金钱的服务而已 我们还包含了四个面向 包含生活支持 社会归属 自我认同 跟赔力发展 我们的生活支持呢 当然提供了 所谓的内养金跟助学金 是为了让我们的孩子可以安心生活 安心就学 我们也提供极难救助金 能够帮助我们的内养家庭在遭逢 突发意外的时候 能够有一笔钱 能够使他们度过难关 我们也提供我们的食物银行的生活物资 协助我们的家庭能够补充 他们的生活所需还有营养 我们甚至还结合了我们的防灾教育哦 提升我们的孩子自我保护的意识 在社会归属里面呢 其实很重要的真的是我们的社区共好点的伙伴哦 与我们的社工一起提供所谓的关怀仿式的服务 还有节庆活动 让我们的内养家庭呢 可以感受到社会的关爱和支持 使得他们可以有继续往前走的力量 那其实借贷总会其实他 他很多的精神就来自于借财子这几个字 那借财子这几个字在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毅力种子 可是他是决定非常有信心 他会变成一个树 所以基本精神来自于这里 所以在整个介财总会 社会在整个社会慈善的过程中 很重要的一件事是在于 建立这个信心 如何让我们这些肉食的儿童 他能够长大 然后长得变成一个树 那这个树的 这个树 长得变成一个树的时候 他变成他可以结果子 他一定也可以结果子 那既然结果他就有能力 有能量在分享 所以变成一个非常良性的循环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这一路走来 七十年 当然相对于现在 正好我们所有企业单位 都还推所谓的ESG ESG的SDGS 那里面有一个S S就是社会关怀 那社会关怀里面当然包含 内部员工 外部的社会的关怀 所以事实上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的七十年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真的就会 从原来的需要 我们去做服务 我们现在在开始在思考 我们怎么样子让这一代 他在科技的变化 在环境的变化之下 他能够更为将来他是可以变成 更为独立自主 所以因为如此 我们在思考怎么样去培育他们 我们在思考怎么样在培育过程中 他有知识与技能 在培育的过程中 他能够怎么样 他越有这种人际的关系 他可以把他自己的东西 可以分享出来 变成一个良心的循环 小时候我爸因为车祸的关系 很早就走了 他家里就突然就陷入那种谷底 那时候老师知道之后 就是有请全校 一起来响应这一生就是募捐 国中其实蛮叛逆的 遇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老师 觉得他其实影响我很大 对我是全然的鼓励 我没有感受过这样的温暖 所以我也希望说如果在我的人生有能力的时候 我可以去影响这个小朋友甚至更多的人 那有机会他可以成为一个更棒的人 疫情与通膨影响经济 根据芥菜总会统计 近两年停止任养的任养人有46% 因为经济压力而无法继续任养 也使芥菜总会面临极大压力 芥菜总会其实服务就是弱势的儿童 在全省有将近5000的这个儿童 那尤其现在就是目前在疫情期间 因为像说有减班啊有确诊啊等等的 那相对的这些弱势家庭的一旦就是减班 或者是说工作有受影响 那势必家庭的收入就会有大大的受一些更大的冲击 那我们在疫情期间其实有针对急难救助金 或者是防疫物资包都会轻松到这个他们的家庭里面 让他们缓解这个一时的在这个疫情底下的一个冲击的部分 那平常的时间我们也就是也会去做一些任养的家庭 一些关怀 实际上透过每个月的这个任养金还有就是说助学金 然后希望提供孩子在生活的稳定上面 还有在学业上面都会有一些成长 让他们不会觉得说升学上面有一些困难度这样子 那的确就是说我们在真正值任养的幅度上有一些减少 因为任养人会主动打电话跟我们讲说 他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收入上有钝减 所以可能要暂停他的一些任养的这个服务 任养的任养金的投注等等这样子 所以就我们就会就需要招募新的任养人这样 减少的比例哦 因为其实比例上面因为我们还有新的开案啦 就是需求会更多 所以我们其实上个月也都有将近到300个任养同事缺任养人的状况这样子 只要每月定期定额1000元就能成为借菜总会的任养人 邀请大家一起用爱接力帮助孩子翻转未来让梦想无尽 记者李其慧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中益基金会71年来安置教养师一儿少 每年所需的教养经费庞大 今年的幸福欢聚来助学计划 特别邀请到江洪杰担任爱新班长 为师一儿少募集教育经费 呼吁社会大众响应捐款 就可以获赠苹果剧团亲子聚门票 一起来帮助师一儿少幸福上学 为了让师一儿少能稳定就学 中益基金会推动幸福欢聚来助学计划 呼吁社会大众响应捐款 就可以获赠苹果剧团亲子聚门票 活动中也特别邀请江洪杰担任爱新班长爱新挥拍 进行助学挑战 开始 好听着练习练习 对这个刚刚就是练习 我懂我懂我懂 好那我们现在真的要认真 要正式开始了 我们再次掌声一起来 来陪伴小杰来进行我们的武力的挑战 加油 差一点点 中了 媒体大哥大姐时间够吗是不是太快了 真的很棒 各位刚刚我们的五个童子分别代表了五个力 而小杰透过桌球没打进一颗球 也代表着我们募得了两万元的教育基金 所以刚刚小杰共为我们募得了新台币十万元 那其实小杰除了呢这个担任我们的爱新班长之外 其实呢平常就身体力行有直接来捐款给我们的中益基金会 一直以来都是我们中益基金会的常年支持的我们的好朋友 那我们也趁这个机会让小杰来分享一下 就是说假设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大家都想要跟随着你的脚步一起来做公益 有没有一些简单易达成的公益的方式 你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最重要的真的还是捐款 因为就是现在不管是小孩子的陪伴 或是小孩子可能会遇到上学的一些压力 我觉得捐款是对他们现在发展 在学校里面是最重要的部分 这我很好奇 刚刚小杰提到说 在家里的时候跟两个宝贝相处 除了姐姐会督促你一些生活的这个规矩之外 我觉得跟孩子相处一个很可爱 应该你常会遇到他们要求你 比如说要扮演一些卡通人物吧 没错 没错 现在基本上就是 在家里我不是一只鲨鱼啊 那不然就是恐龙啊 那不然就是他们现在很爱看的卡通的一个角色 通常都这样 就是我要演鲨鱼去咬他们之类的 追他们之类的 比如说爸爸演鲨鱼 然后你就要演鲨鱼 爸爸演恐龙你就要演恐龙 对不对 所以你在家里就还要扮演着 这个多重不同的角色 最佳男主角这样 其实小杰我跟你分享 现在不用这么辛苦 因为刚刚我们说 其实捐款是最实质的一个方式 那今年我们也启动了一个亲子剧场 然后里面也有很多的角色 我觉得呢 当然因为现在可能疫情的关系啦 可是我觉得有机会 大家一样也可以来参与我们的任票 那当然也邀请小杰有机会 也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欣赏我们的剧场 或者是透过我们的线上小额捐款 就像小杰分享的捐款是最实际 能够对这些失忆而少 能够给予最大的帮助 其实孩子的教育费 我觉得社会大众来参与有很多的方式 比如说像学期快到了 有些时候孩子需要一些文具的用品 然后社会大众可以捐物 那上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些专款的补助 不管是金额的多寡小额 或者是说能够做一些定期定额的赞助 当然其实在这一次 我们7月30号有一个儿童剧 那它的票价包括500跟800 那我们也希望说社会大众 可以邀请自己家中的小朋友 在暑期的时间 一起来参与这个剧 因为在这个剧的过程当中 除了提供给孩子一个 很有趣的剧欣赏之外 其实在里面也包含了很多关怀的元素 那会发起这样一个情子剧的目的性 其实也是希望透过家人 跟我们的小朋友在观赏剧的同时 也能跟孩子分享 哇 其实这样的一张票 不仁仅有的多寡 其他都能够帮助跟他同年龄的孩子 享有一个就学的权利 甚至有一些多元才艺的发展 其实参与的方式就是 我们有分500跟800 那您只要捐款 那除了所谓的捐款收据 照会得到票捐 当然其实这个目的性 也是希望在暑假的期间 我们创造一个亲子共享的时刻 一开始我当然就是知道失忆而少嘛 对 就觉得就是失去家庭 就是孩子的这些就是依靠嘛 那一开始就是很想帮助他们 那真的主动去了解的时候 就觉得哇 因为我自己本身 也是两个孩子的爸爸 就所以就是比较有同理性 然后可以去理解小孩的需要是什么 所以就是全力支持 就是希望把这一 就是希望这一部分的 就是比较需要帮忙的小朋友 希望可以给大家知道这样 对 长年支持中益基金会的 大成宝金爱人家族团队 也力挺幸福欢聚来助学计划 多年来也积极参与华龙洲比赛 运用奖金来协助中益基金会 大臣很高兴我们的爱人家族 永续通信处的双生智副主的引荐 那我们大成宝金有机会参与这样的公益的活动 我们持续的参加 我们发现我们的爱 因为我们永续爱人家族的努力 我们一年比一年更成长 我们希望我们大成宝金 能够跟着中益与卫生院 中益这个集团能够持续下去 我们把爱一直延续下去 因为我们爱人的家也会爱我们 所以说大成在一个社会 各个需要我们的角落 我们都在 而且我们不但在 我们这些成员越来越多 我们越来越多的所有的爱人家族 的成员也越来越多 所以说我们更有能力 照顾到全台湾需要我们的角落 不只是中益与卫生院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开端 那么我们出人 有人的出人 我相信我们在做几些勇士 都不是划船的高手 可是他们是因为这股爱的力量下水 听说去年还犯船 这个船还没开 划两下就乘船了 这个冒着生命的危险 为我们这些儿童而奋斗 相信我们的奋斗的力量 可以持续 持续到我们这些所有的小朋友 为社会贡献的力量再度的加进来 这个爱的循环 不断的循环 那2014年一个姻缘机会之下 我们发觉到小孩子这些 他们的一些的状态 没有办法像正常的家庭一样 可以有就学以及学习的能力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发觉到 我要来做这件事情 就是赞助他们教育学费 那这件事情开始我就觉得 因为这个教育只有让这些小朋友 他在人生未来有翻转的身手 从这时候就开始一路滑 一路滑 我们就滑了九年了 那这九年过程之中 真的很感谢王董以及董阳 大臣宝金给我们这样的平台 可以让我们去发挥这样的爱心 那更要感谢就是这个影片里面 所有的勇士们 就是我们这一群的勇士们 这些勇士九年来 不管男与女 甚至去年我们受到 基隆和的洗礼 因为整个都翻转 而且整个比赛那一组出去 全部都翻转 因为十月真的是秋高去涨风 很大 那经过洗礼之后我们发觉到 人生有更多的事情可以怎样 让我们做得更多 所以我们秉持了这样的理念 我们会继续的怎样 继续的走下去 继续帮助这些的失散 还有这些想要学习的小朋友 继续募集他们教育学配 因为这一次中医基金会 其实照顾弱势的十一孩子 那长年其实像现在就是在就学的阶段 还蛮需要孩子的一些教育的经费 那这次邀请到江洪姐 担任我们的爱心大使 就是我们的爱心班长 其实他本身也是两个孩子的爸爸 其实蛮能够感同身受的 那在这一次活动当中 也希望因为疫情 其实在公益团体的募款 一定是衰减非常的多 那我们希望透过社会大众的力量 来帮忙募集孩子的教育费 包括幼儿的学费 国小国中阶段 还有甚至高中阶段 因为孩子大部分都是念 技职体系 其实学费相对其实是相当的高 那我们也深信 其实透过教育的力量 有机会让孩子做这样的一个 人生的翻转 也有机会争取他们未来人生的机会 整个现在目前来讲 我们大概募将近一百万左右 其实说实在 其实大家大概三成而已 那当然其实我相信在 因为疫情我们也都力挺 也希望能够共体这样的一个困难 当然也希望呼吁社会大众 让这些弱势的孩子 在往后的这个就学过程里面 能够有足够的资源 来陪伴这些孩子 中医基金会指出 由于进入安置机构的 师一儿少 冤有四分之一 有后天家庭功能不全 资源贫乏的情形 因此往往学习表现力 低于一般儿少 甚至对于未来发展 不抱有期待 因此中医基金会将以 补足知识力 自信力 自主力 表达力 及社交力 等五种能力 来启动孩子的超能力 期盼社会各界 共同来响应捐款 帮助师一儿少 幸福上学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 当您家中监视器 无法收拾时 请先将数据机 后方的电源线 拔下五秒后再接上 接着等待五分钟 让数据机灯号 及讯号稳定 并到本公司官网 进行网络测速 确认网络速度 是否正常 网络速度确认正常后 请确认您的监视器设备 是否能正常启动 或联络您的监视器厂商 确认设备是否有异常 如果您近期有更换数据机 或监视器设备 请先到官网 重新绑定固定IP新设备 若障碍仍无法排除 请来电客服中心 由专人协助确认 怎么这样 有追据 有视讯 网速只能这样咯 不能这样 那就快换中家宽评吧 中家宽评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一居只要999 再送数位频道免费看 现在就办中家宽评 台湾称为水果王国 多元好吃的水果 受到大众喜爱 其中淬甜多汁的香瓜 很受民众喜爱 农委会农改厂 研发出最新的品种 更甜 更美观 同时也减少裂果率 欢迎农民栽种 民众吃甜瓜 多半是离心 白皮类香瓜围住 不过在农委会农改厂 经过11年研发 育成新品证 台南15号 将提供夏季栽种 香瓜新选择 大家心里想一下 这个季节吃的香瓜 大概我们都统称它叫做 美浓瓜 那美浓瓜 它跟之前的洋香瓜 它实际上是 它是耐热 耐高温的 我们一般的 这就是我们传统吃的美浓瓜 那在这边大家看到 它实际上很可惜 已经长得这么好 都已经有上品价值 可是在采收的时候 因为这个雨水的关系 导致它很容易裂果 那这样子的话 就进不到市场 那这种的情形 还很容易发生 那我们的台南15号 就利用杂交的技术 克服了这个 这是它第一点的特色 那第二点我们要讲的就是 目前我们美浓瓜 看到大概就是这样子 银白色的瓜 那在市场上有这么鲜嫩黄色的瓜 也不见到 所以这个是它第二个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产品 带给市场上有更多的选择性 那在讲这个瓜的时候呢 我们大家刚刚其实也都很好奇 它是怎么来的 那实际上是早期 大概在民国99年的时候 其实有业者引进来 那当时他们 因为在栽培管理 还有原来的 它那个品种的特性上面 它的糖度实际上是偏低 所以当时 引进台湾市中之后 结果就消费者并不认同 所以它就慢慢 离开了市场 不过我们厂其实当时就发现 它其实是有商机的 那我们的黄云满腹研究员 它就针对这个品种就开始了它的故事 那所以我们经过了11年的研发 预成了这一个品种 这个表示它当时记录下来 就是这几个品种 这几个应该算品系 还没命名之前都叫品系 那这些品系 有留存下来 就是它初步选拔 有一些特别性 特别的性状 值得在后面再去做更细的选拔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针对 这个品种来说明 它是属于东方甜瓜 那它是杂交一代的品种 然后它果皮有银白色的条纹 那它是典型的韩国香瓜 那就是早期99年那时候 引进来的 然后它刚刚有提到 它是耐热的品种 那很重要的是它的生育期 它很属于照熟 然后它的单果种 大概450到630 那在不同季节 它的比较高温的话 实际上它的重量会再高一点 那糖度的话 大概13到15度 那最高的话 可以达到16.5度 那果肉的话是白色 然后细致 那成熟的时候会有香味 刚刚相信大家在座 都已经有闻到 那它是属于比较小的果心 那大概适合现在单身贵族 一到两个人吃刚好 那在这边 既然是吃到肚子里 我们就很在乎它的营养成分 吃进了什么 那基本上它的营养成分 大致上跟美濃瓜是相似的 那比较特别的地方 它在下面这边 这边有这个 室网醇当量跟维生素A 还有一个β胡萝卜素 这几个的量高很多 那室网膜醇 当时我看到室网膜醇 是不是对眼睛很好 赶快上网去Google一下 实际上它是一个维生素A的前驱物 也就是要合成维生素A 要有室网醇当量这个东西 那不过大家看 这个跟传统我们的美濃瓜 它的量真的高很多 那然后这个胡萝卜素也高很多 那大家都知道 这些东西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 类似吃这个小番茄 这样子好的效果 那它这些都是油溶性的 所以假设是吃的时候 同时有一些油脂的摄取的话 那那个养分的转换会更好 外形亮丽 脆甜特色十分陶细 坦南15号甜瓜 成熟时散发淡淡香气 甜度符合国人口味 它的收益大概一分地 可以到十二万点 就将近十三万 那纯收益的话 大概是七万左右 我们要推这个品种 农民最在乎的就是病虫害 那它实际上就是 我们在田间的卫生 因为种这些瓜类 它实际上的一些病虫害 常会因为我们田间里面 有一些残株 就是前一期做没有收干净 那病虫害就很容易在里面滋生 那就导致你才刚种 然后就一堆问题都发生 所以一开始你要种的时候 田间的一定要清干净 那接下来我们为什么要特别讲 非农药防治 就是我们通常在这个 就是田间管理 我们有些农民他不太愿意 就是适用一些农药的时候 我们有一些比较属于物理性质的 一些防治方法来介绍给农民 那可以一样可以达到好的效果 像我们盆栽你觉得 因为这纯粹是为了展示漂亮 才这样子这样子种 你回家千万不要 我也是在那边绕 不是这样 回家把它拉起来 充足光照才是重点 所以拉起来之后呢 我们这瓜 你要是去找一些资料 发现哇 死了 一天到晚叫你算算数 123456789 其实有一些数字 对我们要记住 就是在于说 这种瓜 不是一看到母花 叫好高兴好高兴 然后问题来了 哎呀老师什么叫母花 好 这里 看到很多黄色的叫做花 没有错 但是呢 这种瓜类本身 它是那个 我们叫做 它有个特殊名称 叫做完全花跟雄花同株 这不是什么雌雄 一花同株 不是只有这么简单而已 所以田瓜的花性 在瓜类里面是最复杂的 很粗的这条藤蔓上面长的 公花都会在上面 所以公花很多 这个就是公花 花只看那个外面 这个叫花怪或花瓣是一样 可是它里面的构造 这里面都是雄蕊 就是花粉 花药花粉 这个是雄蕊 然后呢 为什么叫做两性花 或是完全花 两性花 完全花 跟雄花同株 因为有雄花 然后这个是两性花 也叫那个完全花 就是它里面有雄蕊 也有雌蕊 里面中心的 最中心 那个就是我们叫做 那个柱头 就是等于那个雌蕊的部分 然后外围有一圈 就是花粉 那是雄蕊 所以这叫完全花 雌雄同株是这个 可是一定要有受粉的动作 它花这么鲜艳干什么 吸引蜜蜂 蜜蜂怪也会受粉 好 那我们就回到我们 如果种下去之后 会讲究一些数字 我们要等这个瓜 叶子长到一定程度之后 我们再开始流果 因为学理上 它本身在第五节 第六节 它出来就会开始开那个吃花 所以希望不要看到 哇好高兴就去 就去把它授粉 那授粉一定是上午为主 现在授粉效果就很差了 很简单就是把工花 这个花瓣弄掉东西 或是你拿那个笔 把它把它搁搁 它就授粉了 那这个授粉动作 基本上是以中午之前 比较好 那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藤蜂 一定会找很多小侧雅 小侧雅 那侧雅不要留 我们就一条蜂 流上来 流上来了 然后你就开始数数了 原则上 我们像这种叶片饱满的 我们会希望说至少有八片漂亮的叶片的时候 然后你发现那出来的那个侧雅 我们再去流果 不要七早八十六流果 七早八十六流果 那个植株很快就会死掉 不缺乏 行走就换一个 所以要等到一个程度 那雪里山 有些是说七月八月 大概那个附近 出来了侧雅 那你再来去流果子 那果子就会跟着植株继续长 它继续长大 那现在 等它长长长到比一个人高 我们都不是姚敏 所以大多数就是 这负责性 那时候往上这高度 我们会做栽芯 就是不要让它继续长了 那这侧雅长得很漂亮 果实的营养比较好 然后有光照是让它浇水 给肥 它就慢慢长 之后呢 像这个正在转色的 差不多是14到18天 看季节 它就是从这个 绿绿的 小时候啊 这边小时候是黄绿色的 然后像幼稚园大小 还是黄绿色的 然后等到差不多 这个 这个超12天左右 慢慢的就长着长着 这边 这个是两株 这是一株 就是这个里面有种两个植株 这里面种一颗植株 这纯粹是为了展场漂亮 所以才会弄成这样 那你们有绳子 或者是有那个网子 还是有棍子 不管 只要能够让它往上上就好 然后再过来果实发育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上面的瓜 都是它要长出来的 不要以为是软粿粒 不是 一般你看面上这是不是 这两株 这一株 这一株 这有三株 那如果我们自己要吃 不计较果实大小 三个果实你可以同时留 没关系 反正就有的小一点 可是像这个 这个是我们请农民 嘉义很会种的农民种的 他一定只有留一果 为什么 他们要麦相 麦相一定要有超500克上下 这个范围 是最好的那个果实大小 然后这个我算了一下日期 差不多是26、27天 瘦粉之后 26、27天 我们如果再 再等下去的时候 那个 就有点太过了 过了是现场吃很好吃 可是像这种容易 还要卖嘛 还要卖要一段时间 所以它必须 在一个适当采收期 那糖度我大概也有测一下 这一批 真的就是这种树脂 那个范围 14、15度这附近 这款甜瓜耐温 早熟 适应台湾栽种环境 将果实去头去尾后 可连皮带子全果食用 从自小壳一并吃掉 过皮肤和营养聚脆度 如果是有机栽种也能一并食用 全果打枝也是一大好选择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每年农历5月14是台北峡海 城隍老爷圣诞 往年庙方都会准备丰盛的寿宴 但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 庙方改以团败的方式 集结超过70家大稻城的在地店家 献上自家特色商品 为城隍老爷祝寿 展现在地丰厚的人情味与您距离 好我们一起城隍爷生日快乐 副市长蔡炳坤与现场民众 用最诚挚的心祝福城隍老爷生日快乐 每年农历5月14是台北峡海城隍老爷圣诞 往年庙方都会准备丰盛的寿宴 受疫情影响 今年庙方改以团败方式 集结超过70家大稻城在地店家 献上自家特色商品为城隍老爷祝寿 城隍也不只是城隍爷 在这个地方它就像土地公 就像财神爷 那我要讲的是 它就是我们大稻城的家庙 对不对 所以所有在场的我们都是一家人 真的 我在台北很多地方都去 可是只要来到大稻城 尤其我们最近在推动的无为强博物馆 每一次来都看到每一位在场的大家 所以真的就像自己的家人 像亲人一样 所以今天我们奇迹在这里 在我们的城隍爷的生日的时候 我觉得就像家人在给长辈做生日 对不对 对 好 我要跟各位分享 全台北市有513个文化资产 我们大稻城地区 包括我们所占的位置 我们的占海城外庙是市定古迹 各位知道吧 连市定古迹在内 我们在这里有102处 想想看 在台北 你要谈到历史 谈到文化 谈到街区 一定要来到大稻城 所以这个地方有太多太多的文化 而且这边不只是新旧融合的建筑 更重要的是人老中青三代融合的地方 对不对 对 这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说我们用那个 马祖他们的庆生 他们是3月22号 其实真正的生日是3月23号 那如果是讲保身大地 人家也是说一般是3月14号贏了 然后3月15号才是正式的生日 那侠海城隍爷也是一样 5月13日贏了 我们说是立孙 那如果是5月11、12都是暗红了 所以真正的5月14才是他的生日 而且当年在民国八十年的时候 我就有回去中国帮侠海城隍老爷的老祖庙 在侠城重建的时候那边 九十几岁阿嬷 跟我说 其实我们的生日是5月14 所以我也就像 好歹这些年已经是过去的三十几年 我都是把5月14当作真正的生日 反而是5月13我们是在做活动 或者是扬勞练 或者是办一些比较文化性的 不完全宗教性的就是这样子 那今天如果是在往年的5月14这一天 我们都会摆M笼 因为今年的那个疫情真的太可怕了 所以我就想这些都是要什么 把盖子打开了 把热成灯的东西拿出来拜 那待会还要吃 是不是这中间呢 有细菌的感染 有疫情的感染 所以我们就说把它取消 取消了我们就来邀请解访邻居 本来我们预计是大概100家 后来就改到80家 因为你来拜拜 带你家最有名的 假如说您今天你家是什么 你家就拜燕窝 就拿燕窝来拜拜 那有的人他拿什么你知道吗 像我后面这个毛线 毛线织的 他用毛线织成苹果 或者柳丁 这个也是他来拜拜 也就是告诉陈皇爷 我的诚心 还有我的有心 我的专心 我所做的东西奉献出来 那才是真心 我就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 不是slogan 是真的在行使的一个 做功课的人 做生意的人 应该要做的一个举动 而且来拜的是地方神 这个地方神就是 陈皇爷我们用英文来翻译他是 city car 所以他就是城市的神 现场贵宾云集 多位民意代表也共襄盛举 由于今年是下海陈皇爷 渡海来台202年 庙方特别准备百年禀铺的黄金龟 一公一母两支主龟 加起来正好是202 而副市长蔡炳坤也许下心愿 期盼在城隆老爷守护下 疫情早日退散 未婚男女都能求得好姻缘 我们有三月 我跟大家的心情 第一月 我们城隆也继续的 来守护大道城 来带动这个地方的发展 好不好 好 第二个心愿 大道城 我们的城隆也 能够带给台湾 让疫情早点上去好不好 好 第三个心愿 不要忘了 这里还有 月下老人 全世界最有名的月下老人 在这里 刚刚好 台湾最需要的就是 因为少子化的关系 所以因为少子化 我们要让更多人来到大道城 来祈求遇下老人 然后能够感婚 感生 然后能够让台湾 能够解决少子化的问题 好不好 好 所以 生日三月 我们希望大道城这边 大家一起来吉利 让我们的城隆也都听到了 所以会带给我们更多的 幸福跟快乐 有一个金钱贵谁的 就后面里庭香的 包子谁的 桃子谁的 就是这里的山发的 有犯谁的 有犯妈妈的 然后那边的烟火烟火对面的 那边的烟火烟火对面的 那边的烟火也是条鬼 所以先说 顶尰�的厅 它竟然也带来拜拜 然后最后给我 我要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 每一个香城镇 每一个庙宇旁边的店家 也都这么做 是不是台湾更棒 台湾的多元会更繁盛 然后还有一个年轻人走进来 他已经不是再来 人家说我来听古早古书 不是你是真的来看到的 真正的生活 然后你看到了他们 怎么样把最古老的中药的东西 已经变年轻化 所以我非常感谢 所有的街坊邻居给我力量 给我更想向前走 然后我们也希望 正如今天副市长所说 不是城隍爷而已 连月老都可以 把更多的单身的男女 把他们牵城 然后赶快成家立业 赶快生下小宝宝 我们小海城隍庙 连祝生娘娘都有 现场还分送蛋糕与点心 给民众沾沾喜气 庙方祝贺城隍老爷兽蛋的同时 街区店家与居民 也难得相聚一起分享祝福 展现大稻埕浓浓的人情味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大京是传统的蓝蓝植物 过去是台湾重要的经济来源 在暖暖地区大量种植 却因为时代的变迁 逐渐被遗忘 暖暖区大京休闲农场 复原传统蓝染技法之后 简化蓝布程序 基隆市暖暖区大京休闲农场 不仅推动染布体验课程 更默默于当地长期富裕大京 此次规划彩金打蓝活动 实为绿色旅游一大亮点 近蓝百年历史 找回传统打蓝记忆 活动由行政院农委会 水土保释局 台北分局指导 东南科技大学规划 基隆社区大学 和新平溪煤矿博物园区主办 基隆市传统文艺农业协会 及大京休闲农场承办 配合大京生长韵律 于端午节过后 邀请社区居民共同参与 巡回百年前采金打蓝的记忆 相信值得游客 自此来体验冉冉之美 公民记者蔡聂成采访报导 那就换中家宽屏吧 中家宽屏国际认证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家宽屏 最近来看基隆城市博览会活动中 邀请到民众品尝在地的限定料理 购买直售所新鲜的美味 不只推出限定的造型摊车 还贩售当地最新鲜的渔货 渔夫食堂更推出了限定餐点 让顾客来场视觉和味觉的双重享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音乐大哨美食 渔夫食堂浪漫登场 今年的料理 以生态厨师严选在地食材 搭配多元的料理手法 细心打造美味 就是那个气氛非常好 然后食物在这个气氛烘桌之下 就更美味了 美味的餐点 有一口基隆温沙拉 渔村自由三明治 西班牙小卷海鲜饭 以及黄金蜂蜜石花洞 都是严选基隆在地的特色食材 我就觉得真的是 身为基隆人 有这样的一个 这种浪漫的海派 我觉得是太幸福 食物的话 也是我们在地的食物 而且我觉得这次呢 很特别 还有领餐人 然后告诉我们在地的这些食物 这个食材怎么做 然后完全都是用在地的食物 吃的水平 在基隆人用心的工作跟这个捕捞之下 今天能透过潮进海湾节当中的潮美食 在基隆市城市馆会呈现出来 而且今年特别的化整为零 成为三天的周末晚上的这样的晚会 让人过来享用 来感受到基隆的美好 特别从山跟海的产品当中 吃到这么浪漫 而且在地 而且美味的食物 相信来参加的人都很享受 那希望每一年 我们都可以来一起来参加这样的活动 晚宴在海科馆 遗址广场 浪漫登场 柔和灯光 加上现场简单的布置 美食和古鸡相辉映 让顾客视觉味觉一次满足 我们配合城市馆会 过去的潮美食 那我们在今年 我们把它改成三孩子寿所 结合基隆的山珍跟海味 那我们在跟海科馆结合合作 那做一个跨界的整合 在博物馆吃晚餐 这是一个基隆新的体验 那我们也希望未来 这样子的活动能够 日常的举办 那成为我们基隆旅游观光产业的新亮点 现场还有山海直售所云农产品贩卖 今年的渝福食堂山海直售所 在美食音乐及灯光的衬托下 让基隆美食疗愈身心 记者王少民基隆报道 受到齐柏林看见台湾影片的启发 基隆一名大学生林允泽 从五年前就开始背着相机 上身下海的拍片基隆 用各种角度记录家乡的美好与转变 即日起到7月20号 在东岸商场建书店 举办以影带眼摄影各展 欢迎大家一起来欣赏 在年轻摄影师眼中的美丽基隆 让操作空拍机协助记录云苗放流活动 基隆新生代的摄影家林允泽 从五年前就开始上山下海 背着相机跑遍基隆 立志要将家乡的美与转变记录下来 年纪轻轻就有这样的想法 和知名的已故导演齐柏林有关 齐柏林的探见台湾 让我们其实感触很深 对 那他记录了他的家乡台湾 那我同样的用摄影的角度 去记录我的家乡基隆 五年的拍摄过程中 遇到无数的人事物 让林允泽想要与市民分享 他眼中的基隆 因此开办了首次个人摄影展 并展出13张照片 包含无人的大五人沙滩 或桂轮进入的基隆港 从往海向跨海景观桥 远眺九份黄金三层的夜景等 其中这一张在明德大楼拍摄的照片 色调阴沉 却是林允泽的最爱 小时候呢 其实有很多长辈 长辈的朋友们 其实也都住在这边 那后来 《亲爱的房客电影》上映之后 其实有一幕 它也是在这边拍摄的 所以勾起了基隆人很多的回忆 那也勾起了我自己很多的回忆 那也因为疫情期间 刚好看到有零星的三层的住户 在自己家门口聊天 那也勾起了说 其实我们以前也会常常来这边 找被聊天的那个情景 还有两张特写港区上空的黑暈照片 不过林允泽在和平岛空拍时 空拍机曾两度受到老鹰袭击 让他印象最为深刻 因为喜欢海 林允泽的作品大多与海有关 且有不少是夜间取景 让外线市民众有机会欣赏到 不同样貌的基隆之美 觉得蛮漂亮的啦 对就是像是 因为其实我对照片 没有算太多的研究嘛 可是就是会觉得 蛮可以表达基隆这个城市的特色的 对就是平常在 就是这些照片都是我平常在桃园 看不到的景色 对所以算是会让我对这个地方 蛮有好印象的 还在大学就读的林允泽强调 开各展除了希望让外界重新看见 基隆这座山海城市外 以期盼能与喜爱摄影的同好交流切磋 想要了解这位新生代摄影家 眼中的基隆有多美 可千万别错过这一场在东岸商场 建书店的精彩摄影展 记者张旗腾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 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有视讯 网速只能降咯 不能降 那就快换中佳宽屏吧 中佳宽屏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飙网 畅快有感 一句只要999 再送数位频道免费看 现在就办中佳宽屏 你的设计我觉得 怎么这样 你们家又视讯 又追剧 网速只能降咯 不能降 那就换中佳宽屏吧 中佳宽屏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飙网 畅快有感 一句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佳宽屏 当您在家中使用 OTT影音服务出现收视异常时 请先将数据机后方的电源线 拔下5秒后在街上 并等待5分钟 让数据机灯号及讯号稳定 接着至本公司官网进行网络测速 确认网络速度是否正常 如果测速结果正常 却仍然无法收视 请您确认此时是否能浏览其他网页 如果可以顺利浏览网页 却仍然无法收视 请您确认是否使用非法机上核 提醒您 任何侵权及非法来源的影片 都可能导致非法机上核无法正常收视 本公司也无法保证影片品质 如果障碍仍然无法排除 请来电客服中心 由专人协助确认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 啊也没确诊 啊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 夫人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 只是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 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 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 欢迎宁 欢迎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